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2年 因犯重罪被判处死缓 如于一年来 这是妻子第一次来探监 看得出这个女人已经被伤透了心 最为这个 这样你一个男人都不负责任的男人 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我跟你说 你以为丢给你两个老人来管就好吗 他们会帮你好好带吗 只是一个对不起吗 这么多年了 你以为只有一个对不起就被一咬射了吗 我说得真的 这几年我很恨你 你不应该那样好好的一个人干嘛要学成那样 听在说什么也太迟了 我只是帮你好好改造 将来出来好好带两个小孩 陆友义的常规不起 似乎也无法化解妻子的委屈和怨恨 那么 34岁的陆友义究竟做错了什么 他又是如何将自己和家人 陷入到这般痛苦不堪的境地的呢 事情还要从一个蹊跷的报警电话说起 2011年4月27日下午4点多钟 澳洲市公安局的侦察员们向着一家酒店飞驰而去 因为他们刚刚接到报警声 在那里有人意外死亡了 接到群众电话发生在旺高镇文明大酒店2013房发现一具女尸 房门是完好的 然后进到现场的话看到尸体 那个放连紧闭着的 就是里面感觉很暗 尸体是躺在那个宾馆的一幅床上 头朝东脚朝西洋肠 房单的被子是盖住指责的 嘴部的时候是用白色的毛巾盖着的 尸体一定有轻度的腐烦 从尸体的坏情况看尸体应该有两到三天的时间 困难的光鲜 悠悠的腐败气味 让房间里的一切都显得异常诡异和恐怖 那么这个悲惨死去的女人究竟是谁呢 此时遗留在案发现场的一张身份证 让她的身份很快得到证实 死者刘春霞是年31岁 何时是还江线人 生前是一家私立幼儿园的老板 两天前也就是2011年4月25日 正是在这道房门的封锁下 刘春霞神不知鬼不觉的死去 甚至连酒店的服务员都不曾察觉 现场也被见明显然打到痕迹 我押金比较多 一直都说我没有欠罚款什么的 已经跟服务员说过不要去旁边打扫卫生 酒店员工近在咫尺 竟都没有发现命案的蛛丝马迹 那么神秘的报案人又是如何知晓这一切的呢 直觉告诉警方 那个男人一定与本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初步确认他是自欺死亡 而且颈部而已 发现有恰痕 从那个恰他的那个力度来说 应该是一个难的 从那个吃的东西 还有卫生间那种洗漱用品 有两个牙刷 我们判定应该是两个人 种种迹象显示 与刘春霞共同入住203号房间的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遗憾的是 酒店的住宿登记并有相关记载 但警方还是从监控录像中看到 刘春霞的确曾与一个男人从这条走廊经过 此者是与一名三十岁的男子一起在房路住的 4月24日10点钟的时候 就有一对男女进入了这个房间 然后一直到4月25日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出过来 那么这个男人会不会就是本案的元兄呢 他与那个神秘的报案人又是什么关系 之后警方的一个新发现让此人终于浮出水面 床头柜上面发现一张SM卡 红卡调取其中的资料 最后一天最近的联系人发现有一如性男子 有重大作案嫌疑 我们查询了电话号码的开户资料 还有得知 这个号码的使用人是一个 特别是平贵区阳头镇的一个村民 要有陆友毅 陆友毅 这个名字侦办民警并不陌生 因为他正是那个神秘的报案人 可是急决作案嫌疑的陆友毅为何要报案 如今他又藏身何处呢 十个小时后警方终于将其牢牢锁定 通过侦查手段发现 陆姓男子藏身于合资寺 28号云城零点钟的时候 在洛杉丘一个病房里 通过服务员敲门 陆姓男子下门以后公安机关 立即对其进行抓捕 就问他你知不知道我们是因为什么事抓你 他就说知道了 因为我杀了人 陆友毅十年32岁 各州是阳头证人 回案后陆友毅对杀害刘成侠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可消息一经传出 家人们震惊又疑惑 陆友毅怎么会变成杀人的狂徒呢 哭了 当时心里反正就是很冲动 有种不相信的感觉 他刚刚开始说出陆友毅的名字的时候 我说怎么可能那么老实的一个人 他会杀人 当时我也不会相信 按照刘春霞父亲的说法 他的女儿与陆友毅不过一面之交 既如此 刘春霞又怎么会招来杀身之祸 那么陆友毅与刘春霞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一道罪恶的勒痕 究竟勒杀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恩怨情仇呢 爱情未来 爱情未来 怎么样 什么爱情 你说清楚点 因为什么事 因为什么事 你一定是叫什么名字吧 你才叫 你不是爱情 和你是怎么关系吗 那谁是 他没有网上一遍子 认识的 现在已经发生关系没有 发生中关系没有 发生中关系 怎么做 你把过程讲一下 那啥意思 用两手掐到脖子 他掐到脖子 他反抗 没有反抗 没有办法 然后掐到什么 掐到多久 他有一分 都能这样 任君中 陆友毅坦言 他与刘春霞 曾有一段激情爱恋 我们无法理解 既然如此 这个男人 怎会如此残忍 竟将自己曾深爱的女人 亲手泪杀 而那个假爱情之名的罪恶瞬间 又是缘和爆发的呢 2011年4月25日中午时分 在贺州市文明大酒店 203号房间 一只不停哭泣的刘春霞 突然发疯一般 对着身边的陆友毅狠狠删去 在陆友毅的回忆中 整整一个上午 刘春霞都在歇斯底里的哭闹 直觉着自己 已经被命运逼迫到了一条死路上 可是刘春霞年仅31岁 还有一个刚满三岁的儿子 尚需抚育 那么 他到底遭遇了什么欺骗和不幸 竟要绝望求死 而这一切与陆友毅 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句谎言 让他游走在妻子与情人间 他就跟我说 你说你没有结婚 那怎么做人就冒着个脑袋来 爱情花朵 转瞬即逝 他忠难忘却 来自地狱的痴情哭喊 你看到我 就不是性价的我 就是一句尸体的 真爱谎言 忠误录正在播出 发觉自己被欺骗戏弄后 刘春霞便给陆友毅发出了短信 算是对这个男人最后的通牒 此时 据他遇害身亡 还有两天的时间 这条信息说 他说 楼有意 让我这么的伤心 过了十多分钟以后 他要发一条过来 他说 如果你明天 不回来的话 就由你好看 下一条信息 要马上要来 当你回来 回来的那天 看到我 就不是性价的我 就是一具尸体的 刘春霞决绝的话语 让陆友毅心慌意乱 他再也不敢翻个 于是 连夜搭乘火车 赶到了贺州的这家宾馆 刚刚吹开203号房门 刘春霞的力声质问 便像一道皮鞭 狠狠地出在陆友毅的心上 带我回来 就准备 当你你要翻 和我一起回你家 然后准备结婚 现在 现在你 搞最这样的事 你说 不是拼我是什么 刘春霞 歇斯底里的哭喊 陆友毅却哑口无言 看着眼前这个女人 痛苦不甘的样子 她知道 此事恐怕很难善了 那一刻 陆友毅后悔极了 自己早有家世 当初 为什么要沾染 这样一段感情呢 那是2010年12月初的一个寒冷冬日 百无聊来的陆友毅和几个朋友正在网发打了时间 她随机向几个网友发送了聊天请求 谁知立即就得到了回复 而这个人 便是刘春霞 我是一个没过分的女人 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孩子 那你要会怎么样看 我也说我没有解放 不如 试着交往一下看怎么样 嫁信的时候 我就问她 可不可以有个电话 然后她就把她的电话 她查了过来 或许是太过孤单寂寞 在得知陆友毅还没有结婚后 刘春霞的言语更加热情温柔 两天后 她竟主动拨通了陆友毅的电话 过了两天 然后她就打电话来了 她说话她的声音 特别不一样 特别甜 特别高兴一样 然后很多次她从里面以后 她的生活 还有她自己过得怎样 那从十天十多分开始到 要到人前过了 刘春霞甜美的声音 还有那种久闻了的被依恋的感觉 让陆友毅一下子 从现实的烦恼中抽离了出来 要知道 那段时间 因为分家的质疑 她和妻子正闹得不可开交 如果我不分家 我就和你离婚了 我说我跟你父母 我说过不下去 有点不满的话 她就拿你来出去 她只要又拿你出去的话 刚晚上你约我 那你想跟她成功的话 你整个晚上不可能 妻子的冷遇 成为陆友毅 寻求刺激和感情慰藉的最好借口 就这样 她与刘春霞的电话传情 持续了整整一个半月 突然降临了爱情 让两个人都有些神魂颠倒 然而一天深夜 陆友毅的谎言和秘密 终于被她的妻子撞破了 我一直来就去冲凉 把那个手机又放在那个床头 我看到那个女的经常打电话来 我看到的是同一个人 同一个名字 我老婆一听 坏了说普通话 然后她还知道我的名字 我老婆一说你是谁 我一直都很相信我老公 从来没想过她会在外面有女人 我也没跟她说什么 我就是发了一条信息 我就说我是她老婆 这条短信发出后 陆友毅和妻子便陷入了深深的冷战 然而让她更加焦虑的是 此后刘春霞竟也切断了与自己的所有联系 转眼过了春节 金同乡介绍陆友毅要前往罗城县打工 一路上她那颗不安分的心愈发蠢蠢欲动 因为她知道刘春霞的家离那里很近 可是该如何让这个女人回心转意呢 如果用手机打 她可能长得不会接 然后的话我就拿鞭管的电话打 就用我普通话收 我说是我 然后她说你是谁呢 我就说我的声音也不出来了吗 然后打 慢慢来可能有两三秒 她才笑 她说是你啊 那这个女人早上离婚 想找一个依靠吧 她就跟我说 你说你没有结婚 那怎么突然间冒手的老婆来 我就跟她说 跟我老婆准备离婚 但是呢 还没有这么快吗 准备离婚 那一刻 陆友毅并没有想到 自己将会为这句脱口而出的谎言 付出惨痛的代价 可是命运怒人 刚刚遭受离婚打击的刘春霞 天天信以为真 于是 慈恢复然的爱情越烧越旺 陆友毅也早已将家中的妻儿 抛在了脑后 跟一个离婚的女人聊天 让她感觉特别不一样 她说话比较恩惠人一样 清明那天 我儿子发烧 带儿子去医院打针 我没钱啊 我说最怕帮我寄点请回来 她就说 现在下很大雨 等有时间些 在家 基本上每天都打电话聊天 哪怕即使我的手机停机了 她马上会 马上就会去 帮我讲话 回来开头 马上就打电话过来 除了浓情蜜意 其实 在电话中 刘春霞总不忘 追问陆友毅一个问题 那就是 到底什么时候 才会与他的妻子 办理离婚手续 为了不失去这个女人 陆友毅 只好将谎言 尽情到底 我就跟她说 尽快 办理离婚手续 就跟她结婚 我大哥 我和大嫂 他们离婚 我常常没有提出过 他一直都是 对我那么好 我哪里知道他 我没想过 他会在外面搞外遇 过了几年 我跟他说 可能是这几天 老婆老婆去 办理离婚手续的 那他就说 好啊 他就说 叫我去搭家里面玩一下 顺便进行他的父母 陆友毅的承诺 将一片片绚烂的花 让刘春霞 对两人的未来和婚姻 都充满期许 于是 在他的邀请假 2011年4月12日下午 历经了几个小时的车程 陆友毅也终于见到了 自己梦寐以求的女人 我刚刚找出车县大门 就是这样 这样对面 刚好他 他打电话过来 我一打一见 刚好是看到 对面有一个女人 因为看到他 真的 睡得特别 特别的舒服 而自己想象中的 跟那个相片进到的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可爱 那男的都是说 他一生离婚了嘛 看我起来也离婚了 但是 他厉害都懂 离婚后 刘春霞带着年幼的儿子 一直寄居在父母家中 为了颜面 他变成老人隐瞒了陆友毅 一有家世的实情 尽管心中也有一丝忐忑 但看到陆友毅对自己的儿子疼爱有加 单纯的刘春霞还是宁愿相信 这就是自己可以依靠终身的男人 那几天 刘春霞毫无保留的 与陆友毅缠绵在一起 渐渐的 这个女人的痴情与执着 让陆友毅有些惶苦不安 到底该如何为这个爱情骗局收场呢 于是 他借口工作繁忙 想要出身 不料 刘春霞竟提出了一个 让他使掉未及的要求 可能他说 过去看看 那 如果家里面有父母 同意的话 可能 准备去 登记还是怎么样 他要带着 一份工作去打 陆友毅知道 此时 刘春霞执意于自己返回贺州 就是要敦促他与妻子离婚 为了不让谎言败露 他只好硬着头皮 答应了这一要求 刘春霞以为自己就此踏上了幸福之旅 可几天后 一个意外的发现 让他如梦出行 原来 这个男人一直在欺骗自己 痴情沦陷 谎言竟化成爱的邪念 下的时候 还问他 真的是不怕死 看透人间聚散 谁还能将解放温暖 与他朝夕相伴 也许他 我真的不怕死 你走啊 我真的不怕死 你那么 那么 真爱谎言 看我的路正在播出 2011年4月18日晚 刘春霞追随陆友谊 辗转来到贺州市 男人很快在一家宾馆住下 和这个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女人 初双入对 这让陆友谊的虚荣心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那个朋友说 他说你行啊 在家里有老婆 在外面 要谎言这个情人 其实 只有陆友谊自己知道 这样游走的妻子和情人之间 他早已疲惫不堪 因为 时刻都要战战兢兢 生怕谎言被戳穿 三天后 刘春霞竟又提出 要到陆友谊的家中 拜见长辈 这下 只包不住我了 某某一妹是 有家事的人 所以说 一直不愿 带刘某 见其父母 那天 他逼 万万的时候 就是如果说 我不带他 回我家里面 他就说 有我好看 事情已经到了 必须摊牌的地步了 那情人与妻子之间 陆友谊 到底该如何选择呢 一直从谈恋爱到现在 他就是我 就是说 初恋情人也是同学 从来没有谈过别的男朋友 所以真的我很爱他 说这些话 当时如果说 让我和我老婆 离婚 跟他结婚的时候 可能 真的是很难 你老婆在这里 你要带一个 回来 他不是 让他 从你下来 不是有打架 除言命的 有啊 陆友谊 从未真正想过离婚 可他又怎么有勇气 将这个感情真相 告诉刘春霞呢 惊喜之下 这个懦弱的男人 竟不死而别 干脆逃回到 罗城县的煤矿打工 他谦真的以为 避而不见 就能彻底摆脱刘春霞 可是 执拗的刘春霞 又怎会善罢甘休呢 元西上 陆友谊后的时候 来人从他住的宾馆 上跳楼跳下来的自杀 一样要挟的陆友谊 刘春霞一次次 以死相逼 让陆友谊 再也无法逃避 于是 2011年4月24日 他连夜 匆匆地赶回鹤州 找到刘春霞 请求宽谅 但一切已于事无补 他就问我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这样对你 还不够好吗 我说 多不是这些 就主要的是 我现在和我老婆 没有地方 他就说 你觉得我这样 还有灵命费去 面对我自己的青年吗 我的青年打电话来 我都不肯接了 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再次遭受感情的欺骗 会有多么的痛苦绝望 我们不难想象 在宾馆狭小的房间里 刘春霞对着陆友谊 歇斯底里的哭海 整整一个上午 两人都近乎崩溃 最终 他只留给陆友谊两条路 要么与妻子离婚 要么让自己死在这里 他有两三次 他那个刘春霞 再次提出 这样你杀死我好了 不停一就坐在了 他的小腹上 然后就捕下身去 把两手放在他的脖子上 试着用力 用力掐的时候 还问他 真的是不怕死吗 刘春霞他要摇头 如果一见到这样 他就一直掐着刘春霞的脖子 掐着刘春霞的脖子 刚才掐的时候 都没有什么反抗 他真的是 他还是过得多久 他确定来 可能有两三个小时 你那两三个小时 你是做什么 没有 就从来到那里 就是好像 当时他学的时候 老人的病人 还可以在那里 静静地做 静静地守在刘春霞的身边 陆友义已被愧疚和懊悔 彻底淹没 想起这个无辜的女人 曾为自己付出的真情 仅存的良知 让他选择了报警 遗憾的是 最终他也没能鼓起勇气 投案自首 在他发笔记 而哭的时候 也不是那种伤心的样子 真的是一样人 看到在那里 心痛的时候 感觉太对不起他 骂他有用吗 有没有用吗 如果骂他 我觉得能够回来 我就骂了 但本来说 年轻人 谈恋爱 所以他出去 就被他杀 现在的感觉 不感动了 2012年7月 法院以不予杀人罪 判处陆友义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但是 入狱以来 深深的负罪感 和众判亲密的处境 让陆友义绝望极了 他根本没有勇气 面对漫长的刑期 幼见以后呢 家里面又 一直没有来探望 而且呢 他也联系不上他的家人 所以呢 就觉得以为 就是说家里面 已经把他放弃 这方面的产生 这方面的青春思想 我们还是 从这个政界所在 解决根本 就是 从家里面搞好关系 给他有这个信息 来改造 为了帮助陆友义 找回生活的动力 民警们多次 与他的家人联系 希望能打碎 横跟在亲情间的障碍 同时 对陆友义 加强心理辅导 而这 也是广西 壮族自治区监狱管理区 对教育改造工作 提出的新要求 今年 我们以开展 教育改造资料年活动 为契机 大理加强监狱文化建设 以文化人 增强教育的渗透力 和影响力 启迪良知 重塑灵魂 培养劳动技能 努力提高改造资料 降低重新 广化犯罪 2013年年初 陆友义的父亲和兄弟 曾前往监狱探视 但是 他的妻子始终没有露面 这也成了陆友义的心病 被深深伤害的妻子 还能原谅丈夫的背叛吗 2013年11月29日 英山监狱的民警们 在当地司法所的协助下 来到了陆友义的老家 哥哥弟弟 好好学习 这是什么 叫叔叔好 嗯 来 拿着 叫叔叔 叔叔 好 好 好 朋友好 那不是 想爸爸吗 叔叔好 好乖吧 是吧 是 你说 不然他叫叔叔 带你去看爸爸好不好 想不想爸爸 想 爸爸也想你 在家听妈妈爷爷奶奶的话 哥哥也听话 哥哥读几年级啊 四年级 上次你们去邦教以后 他改造也明显好爽 心里面也很缺帮你们老人家 这个妻子还有两个小孩 就是你们看两个小孩读书 这个 多安排好不好 安排 都是叫自己 那个 生生生生生生 案发后 陆友义的妻子 一直独自照顾着两个孩子的生活 日子格外艰难 看得出 她还是非常牵挂 狱中的丈夫 于是 民警们为她播放了一段 陆友义的录像 希望借此 缓解她心中的怨恨 在闭门 听得以后 大陆友义的 新闻 累不及你 不明后会让她干的 让你 跟着老过来 什么样 这样老端上了 然后 结果 平常有生涯的样子 所以我们的生涯 一号六号六号两份段 麻烦你累得去顾问 基本上就是我们 这么难的 只有你去顾后六号六号 两份段都来了 所以特别像六号六号 两份段比达个 这么难的 只要你一样的上台 看过录像 一家人都陷入了沉默 很显然 陆友谊的悔悟 还是让他们深受触动 最终妻子同意 带着两个孩子到监狱 看望丈夫 而民警们也坚信 解开夫妻间的心结 定会给予陆友谊 莫大的安慰和动力 邀请夫妻姻员亲属 到监狱开展亲情邦教 是基于罪犯教育改造工作 社会一体化的管理理念 即改造罪犯 不仅是监狱的工作职责 同时还需要政府机关 社会团体和罪犯亲属的 帮助支持和配合 这天上午 陆友谊终于见到了日夜牵挂的妻儿 而这一刻曾被深深辜负的妻子 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压抑许久的委屈和怨恨 倾泻而出 从你发生出生的天气 我就开始恨你 你知道吗 你对我的伤害是多么的深 我一直都无法相信 你会那样对我 当时你为什么要那样 带一个女的都没跟我 所以上 你把我当作什么男的 当时那时候 本来一家没一天 他经历自己 想告诉你 如果当时想 如果告诉你的话 可能 可能你会 会喊恨我 如果当时告诉你 如果把他带回去的话 可能会丢下 因为要在客家 还有两个儿子 不可能 可能会离家 去走 所以 那时候 那时候就一直 埋着你 其实 所以想的 还是 还是我们的 我们的一家 那你有告诉他 你有老婆吗 因为那时候 跟阿姆迪说的时候 准备赶紧离一份 那时候 其实 其实 心里面 只是这样说 说而已 才知道对你们 对这个家有多重要 才知道 我们这个家有多好 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那么 那么笨 我会好好原谅你的 知道 那个时候 你心里还有个我 我等得也心甘情愿 妻子的宽量 无疑会给予陆友谊 诺大的鼓励和希望 这让监狱民警 也倍感欣慰 中午十分 为了让两个孩子 能找回一些家庭的温暖 民警们还特意为他们 准备了亲情餐 相聚的时间总是短暂 但是陆友谊和妻儿之间的亲情 却重新连接到了一起 相信 这必将给予他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在未来漫长的行期中 但愿陆友谊能摒弃自私与残忍 在积极的改造中 找回作为一位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人性的批盘 创回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